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 大家好,欢迎收看涛歌测评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款来自于海洋堂公司出品的漫威可动人偶《毒液》 相信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很多小伙伴应该都已经去电影院看过《毒液》的电影了 那么这部电影能够在国内顺利的过审并且上线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虽然说可能比国外的上映时间稍微晚了那么一点 但是我觉得有的看就行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这次也是比较应景的来分享一下之前入手的这款海洋堂毒液 来看看这款人偶它做到底怎么样 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的评测马上开始吧 值得一提的是海洋堂他们家的人偶 即便是全新的买回来也是没有封条的 所以说到底是全新还是二手真的是很难辨别 另外在包装盒里面可以看到一张底纸 还是非常漂亮的印刷 然后在内包方面就有这种比较简单的稀疏包装 简单打开来之后就可以把我们的毒液从包装盒里面取出来了 不得不说,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毒液的主体非常的有手感 虽然说全身都是塑胶材质,没有合金成分 但是厚重的体型还是让它分量感十足的 那么我们跟涛哥测评的御用评测可乐进行一个对比 可以看出毒液的体积比一罐可乐还要大一点 那么拿出同系列的蜘蛛侠来进行一个比较 可以看出蜘蛛侠在毒液面前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赦弱的存在了 同时海洋堂的蜘蛛侠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玩具 而且目前经过多次再版之后价格也趋于稳定 如果还没有入手的玩家其实我是比较推荐你考虑一下的 OK,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毒液的本体上 首先可以看到体型方面的刻画是比较贴合美式那种倒三角的肌肉壮汉风格的 上半身看起来要相当的壮实 但是与此相比下半身就要显得那么一点短小精悍了 其实这款毒液还原的是漫画中的形象 不过我觉得海洋堂的设计师在制作这款毒液的时候 还为他增添了很多肌肉上面的青筋细节 可以看到在全身遍布的各个地方都有这种经络的刻画 那么这一点我感觉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说是很好的把毒液狂暴的一面给你表现出来了 而在涂装方面可以看到胸口处的白色纹路也是非常贴合原作设定的 同时同样的涂装效果在背后也有再现 而且可以看到这次涂装的品控把握的非常不错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出界现象的 而在主体方面则是采用了这种略带金属质感的深蓝色涂装 而且这个蓝色我觉得在一些光照环境下还会透着一点紫色的发色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而且这款毒液除了极个别的关节之外 其他部分都是全涂装的 所以说从外观上看起来是没有任何一点塑料原色暴露在外的 这点还是非常的不错 头雕部分的刻画相当的传绳 可以看到这个眼神有很好的割勒出来 而在下面的标志性雪盆大口方面 不仅是有精致的分色涂装 而且海洋堂还给你渗了墨线 看起来整体的质感就要非常的不错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可动性 首先头部抬头和低头 可以看到幅度是非常大的 那么向两边转动的幅度也还有 但是并不算非常的巨大 然后嘴巴方面自然是可以开合的 张开之后里面有个洞 是后面为了安插舌头的 而在手臂方面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转轮关节 那么它这个齿距 这个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平举可以超过90度 同时360度的转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这一整块零件方面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这样前后活动的 不仅可以带来更高的可动性 而且从正面来看 因为这个毒液的特殊造型 它的手臂没有办法很好的下垂 这样看起来会有点螃蟹手 但是如果你只要这样 然后把这边打下来 看到没有 这样看起来毒液的手臂是不是就要自然很多 而在手手方面也是采用了一个标准的转轮关节 那么它的可动性是超过90度的 同时下两边转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手掌方面是一个转轮关节连接的 那么这样子的活动性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的手指居然是可动的 大拇指有一段单独的关节 前面两根手指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单肘的关节 可以独立活动 后面两个手指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就摆出更多的姿势是没有问题的 而在腰身方面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 我去这个弯腰的幅度 90度鞠躬也没有 下两边可动幅度还可以 转腰也还不错 但是海洋堂美曼系列普遍都有点腰松的情况 因为它里面转轮关节还是有那么一些虚位 你看在把玩的时候 这个部分是让人感到比较烦的 然后下半身方面腿部侧踢的可动性 大概是这么多 向前可以看到可以踢到一个90度 向后可动性就比较一般了 而在膝盖方面它并没有采用一个转轮的关节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造型 其实是一个单轴关节 但是你的弯曲幅度可以完美的超过90度 这一点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最后脚掌方面是一个转轮关节 向前向后包括脚尖都有可动性不错 那么接地性可以看到整体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这款毒液摆出一个杂地pose 那是毫无压力的 而且可动性其实一直都是海洋堂美曼系列的强项 这款毒液平时摆出傻呆的站立姿势其实并不好看 但是摆出动感姿势的时候 可以看到整体的设计是非常棒的 这一点也是让我感觉这个系列 就是让你拿在手上摆pose玩的 除了扫免二维码以外 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输入涛哥测评 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 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 这样子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 你就不会错过了 玩具资讯哪里找 近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 那么在配件方面 这款毒液附属的其实并不算非常的丰富 首先它的天灵盖是可以给它拆卸的 那么拆卸之后 我们换上替换的零部件 然后就可以再现出毒液不同的眼神了 但是这个零件其实它还是比较松的 平时把玩的时候比较容易脱落 所以说可能需要玩家后续进行一个加工 接着在嘴巴部分张开后里面有一个洞 前面说过了它是可以安插舌头的 你可以注意到它替换的舌头 根部也是有一段关节的 那么我们直接把它怼到毒液的嘴巴里面 就可以再现出它伸出舌头的样子了 这个才是我印象中毒液所该有的形象 然后其他配件方面 就是附送了四个共身体的触手 那么两个长的两个短的 可以看到表面的细节刻画 包括纹理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同时在肩部也是有银色的渐变涂装的 而且在它们的根部 都是有独立的活动关节 同时可以看到 不管是这个长的还是这个短的 它们在这个中段也是有一段活动关节的 那么在毒液的背部可以看到这里有四个插孔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共身体的触手 按照这个对应的插孔给它安插进去 但是我在安装的时候发现 我这个地方的插孔 不管我怎么插都没有办法给它插进去 我不清楚 我估计是里面的这个洞没开好吧 可能这是我手上的一个个例的重点 好的 不管咋说吧 那么在背后安插上了这个共身体的触手之后 从正面来看 这个毒液的造型就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它帅不帅 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发表出你的观点 同时这个部分的可玩性还不止于此 可以看到这个长一点的触手 上面是有一个接口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接口 把这个短一点的触手给它安装上去 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造型更加长的 更加复杂的一个触手了 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上面这边拔开来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关节都是通用的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四个触手 给它完全的连接在一起 看到没有 全部连接完毕之后 就是这样子一个造型了 而且你不仅可以把它安插在背后 其实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肘关节拆下来之后 里面的这个接口都是通用的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零件给它插到手上 哇 这个就在线了毒液的手臂 哇 有一个触手的造型了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玩的 顺带一提这款产品还给我们附属了一根 两头的这个转弯弯节 可以在平时把玩的时候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最后一个配件就是系列标配的可动支架了 这一点还是很良心的 想起隔壁的拆拦臂是不是 那么各个方面可动幅度就是这个样子 上面是一个夹子 不过由于这个毒液的腰身比较粗大 所以说这个夹子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固定 那么我平时的做法是直接把这个夹子拆下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柱子 这个地方有一个洞 其实你是可以直接给它安插到这个毒液的背部的 那么在安装上支架之后 毒液就可以摆出更多腾空的pose了 总的来说海洋堂的这个美慢系列 基本上每款产品都可以称之为精品 它们的造型会在漫画的形象基础上进行一些二次设定 看起来要更加的酷炫 而且涂装跟可动性也都是相当的优异的 玩写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带感 可能在这款毒液身上唯一的缺憾就是配件方面实在是少了一点 如果能多给几个触手的话 我相信整体玩起来会更加的有乐趣吧 不管怎么说这款产品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入手的 我想了一下当时购买的价格应该是400多块 但是现在看了一下网上普遍都是600多块了 考虑到这个电影正在热映中 不知道这款产品后续的价格会不会被炒高 所以说如果你心动的话 那么还是尽早把他带回家吧 好的本期也做一个抽奖福利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涛歌测评 并且转发本期视频的微博 我将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 送他两张这个独一的电影票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赶快参加吧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你关注或者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这样子后续推出的更多漫威产品评测 你就不会错过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看完别忘了点个赞哦 拜拜